不知不觉已经讲解到了第九卷 而进度也算是四分之一了吧 毕竟我个人感觉 整部剑锋来说 黄金时代是文系最细腻的 在迷失的孩子篇章之后 就是三浦老师炫技的时候了 对于像我这样的慢解来说 会轻松很多 那时候是很多都是需要跨页来欣赏的画技 现在的进度已经到了 读者和格斯都备受打击的日识篇了 提前声明啊 之后会出现大量需要遮挡 甚至不能出现的场景 我会尽量尝试打最小的嘛 毕竟漫画作品每个分镜都是作者的一份心血 我尽量的能保留就保留吧 行了废话有点多 咱们开始正题进入故事吧 天上的明月 树上的猫头鹰 大山的森林里 已是面对着篝火发呆的格斯 不远处想动惊动了他 是一头孤狼 野兽的嗅觉很灵敏 对视一眼后转身逃跑 而紧张的格斯也放下了手里的武器 他也有些自嘲 刚刚竟然有点害怕 看着天上的明月 他才察觉到 一个人露营在外 好久没有这样了 算下来三年了 不曾这样独自一人 而且这三年来 他几乎忘了 忘了见不在身边的那种不安的感觉 也忘记了黑夜是这么的深沉和辽阔 当初的那个自己 根本就没有这个念头 摆脱这种黑夜 而现如今 他心中的那宝贵的东西 被自己亲手扔掉 很可能之后都不会再有了 他不知道那种温暖 是否还能再次得到 他只知道 自己为了那不知道 是有是无的未来 而选择丢掉了那珍贵的温暖 实际上他的心底是觉得 即使不用高举那种伟大的梦想 人也能活下去的 所以自己的举动 是出自自身的意愿 还是因为听了格里菲斯的那些话 结果他对这个答案有些沮丧 科尔卡斯的那句 你成不了格里菲斯那种人 是历历在目 但现在都不重要 因为那已经过去了 突然一阵寒意袭来 一个巨大的身影 出现在格斯的身后 这一次不是普普通通的小兽 那份杀气 那份气势 那种感觉 就如同当初一样 就在格斯紧张的同时 他感觉那个东西 再次出现在自己的身后 自己的后背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被对方取得 而自己也毫无反应 现在还不能动 否则的话会死 然而多年的战斗嗅觉 让他在躲避那一击的同时 也回身做出了反击 但眼前什么都没有 突然黑暗中 一个骷髅头慢慢地浮现 随后那个身影是越来越清晰 题外话 这画面就是艺术 面对着再一次出现的 这种奇怪的东西 格斯竟然有些庆幸 不是佐德 但对方表现出的敌意 也让格斯十分地紧张 突然对方开口了 看着格斯他说 果然齿轮已经开始转动了 他称呼格斯为挣扎者 并送上了警告 从现在起 一年之后的日食时刻 你和你的朋友们 以及现在看不到实体的人 还有那些成不了王的人 将聚集在一起 那时在你的身上 一定会有孰不尽的罪恶风暴 开始狂风大作 要小心的挣扎者 你是在泥里 可以说是在尸体里出生的 从死亡而开始之人 你比谁都要接近死亡 而且也更擅长逃离死亡 挣扎挑战挣脱 这是与死亡能对抗的唯一的剑 绝对不要忘记它 这种莫名其妙的话 听的格斯是一透雾水 他质问对方到底是何方神圣 为何会知道自己的事 然而对方的话已带到 离开时则悠悠地说了一句 只有在绝望深渊中 还能从手中的断剑中奋战而骑折 才能什么也就是什么 而这些话已经听不清了 忽然出现又忽然的消失 如果不是地上的足迹 这简直就同幻觉一样 与森林里晴朗的天气不同 温达姆下起了雨 这场雨使白天的雪开始融化 夏洛特公主趴在窗边望着外头发呆 身后的侍女提醒早些上床就寝 看公主的模样 他们也知道她为何是这么的没有精神 继尤里乌斯将军和安东尼斯之后 王妃也出现了意外 接连三位亲人离世 虽然与王妃不是亲生的 但再怎么说也是母女 而与此同时 窗外树上一个人出现了 本已回身准备救醒的公主 听到了窗户的敲击声 回头发现 那个身影竟是格里菲斯 即使再单纯的她也知道 不宜让侍女发现 命令他们退下后 她紧张地来到窗前打开了窗子 她很清楚 这个时候的格里菲斯出现在这儿 可是了不得的 但此时的格里菲斯与往日不同 她轻调地询问能否进入公主的房间 毕竟此时外边又是大雨 她自己也有些站不稳 就这样 公主邀请了她进入了房间 当浑身湿淋淋的格里菲斯 未弄施归房 以及一直没时间来拜访而抱歉时 公主扑进了她的怀里 而她脸上的表情是木讷的 对于公主来说 她一直都想见到格里菲斯 半年多了 从出征到现在 大军出征之后她就一直的害怕 害怕战场上传来噩耗 终于盼到战场归来 却在宴会上发生了那种可怕的事 她自己当时直接昏了过去 等再次睁开眼 自己的后母于汉 她还在懊悔之前 为何没与她好好相处 这些可怕的事 是一件接着一件 让她不由地抱怨 为何你不早点来看看自己 而这句话像是唤醒了格里菲斯一样 她对着怀里的公主 做出了回应 躺在床上的公主是浑身颤抖 而格里菲斯居高临下的询问 害怕吗 看着不再发抖的公主 她说可怕的事和悲伤的事 就让火焰一起燃烧殆尽吧 与此同时 鹰之团的众人聚在一起喝酒 喝多了的科尔卡斯 还在叫喊着 那只是侥幸 侥幸罢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她喝醉酒 不光光是因为格里菲斯战败吧 此时大家也察觉到格里菲斯在那之后 一直没有出现 但都不怎么晃在心上 因为她可是格里菲斯啊 与此同时的格里菲斯 身体虽然在冲刺 但她的脑海里全是格斯的身影 甚至最后阶段 眼眸里虽是公主 但脑海中却是格斯离她而去的背影 后面那一幅就是封面 别想了 上不了的 大家自行脑补吧 激情过后 格里菲斯抚摸着格斯留下的伤口 眼泪是夺眶而出 就像我上期说的一样 她此日的心情不是愉悦 而是悲伤 无助 自厌 清晨 公主从睡梦中醒来 接下来几张篇幅不能过神 只能跳过 而外边 迎接格里菲斯的 则是早已守候多时的士兵 带队的好像是那位白虎军团的那个 格里菲斯下意识地摸向了腰间 才发现剑已经断了 我觉得她的这个动作 这个念头 还有层意思呀 就这样无法反抗的格里菲斯被捕 然而即便是这样 她的脸上依旧是面不改色 王宫里 国王快步地走向公主的房间 一旁的侍女在帮忙解释 很可能是宫女 由于阴暗的灯光看错了 希望国王平缓下心情 但闯进寝室后的她发现 女儿的颈部满是吻痕 地上还有黏糊糊的液体 但她还是抱着一丝的希望 她掀开了床单 而那一抹红色 就说明了一切 行了 今天这一期就先这点吧 谢谢朋友们看到最后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